因為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很誇張喔 他是我的老病人 他有一天回診的時候 就跟我說 江醫師我可不可以開一包 酸痛貼布給我 他說 他全身都很痠啊 他就想要到處貼啊 我說那個你以為吃這個就 很多人以為說吃止痛藥不好 貼這酸痛貼布就沒事了 那個直接皮膚吸收 對啊 那前一陣子有一個運動員 因為貼了太多的水洋酸貼布 還當著致命了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要貼這麼多 會這麼痠嗎 他就說就是背啊 他常常會痠啊 而且人家有診斷的時候 他有可能有緊陰性的頭痛 因為他頸部也很痠 常常照著他偏頭痛 所以他每次都貼 他說他看過一次腹肩科 那時候幫他照顧時光說是骨刺 之後就安排一連串的拉 遠紅外線照啊 症波症啊 他說他搞了半年都沒有效 他再去找腹肩科醫師 然後腹肩科醫師說 那可能要配合一點藥物 他說他弄了半天 他覺得都是這樣 他就覺得這樣 一直吃藥又不好 所以他就開始自己貼掃脹 他覺得滿有效的 所以他覺得貼筆 他去弄那些好 他出去的時候 我就看他走路 右腳就怪怪的 我就說等一下 我說你右腳是受傷是不是 怎麼走路的姿勢怪怪的 他說沒有啦 他說就長個東西在那邊 我就一翻開他看他腳底 就長一顆 那顆還滿大的 大概三公分多 我就說 所以你走路這樣 一直往裡面這樣踩 像那扁明珠一樣 是因為你怕踩到外面是不是 他說對 我說很痛是不是 他說其實還好 只是有個人就在那邊 你自然而然 你走路就會稍微閃他一下 他說他這個大概半年了 他之前有貼過 那個雞眼貼布都沒有好 都一直沒有辦法完全消掉 所以他走路就怪怪的 我說你這個非常有可能 是因為你走路的時候 常常這樣子 腳是這樣踩的有沒有 這邊內側的肌肉特別緊繃 你這樣子踩的時候 你的骨盆就有點歪歪的 那你骨盆往這邊歪的時候 你上面的脊椎 就要往另外一邊轉 因為要平衡 所以你可能背就會痛 背痛可能會一直沿上來 頸部也歪歪的 所以可能就頭痛 我說你會不會搞這麼久 沒有辦法 其實只是單純 因為你這個雞眼沒有醫好 我就跟他安排守住 我說你下禮拜 我先把你那割掉 你就正常走路 只有一陣子看看 結果把他那個雞眼 把他整個割平之後 兩個多月之後 他就跟我說 整個那個 腿部的痠痛有沒有 頸部的痠痛 通通都好 對 所以他單純是因為 腳的那個姿勢不正確 搞到骨盆歪掉 然後肌肉整個筋膜 一直牽上來 整個都在發炎而已 就像我之前那個腳受傷 然後我也是說 我膝蓋後面好痠好痛 走路都會不舒服 然後那個塞就說 要治療我的腰 塞 塞 治療我的腰 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而且因為要把那個衣服 掀起來給他那個 嘟嘟嘟嘟嘟 很痛這樣 然後我都覺得 我想要再 我要繼續去看嗎 因為我是腳痛 但是他是治療我的腰 他是牽連的 對 所以真的 筋膜是整個連貫的 對 有時候從拍打這邊 是治療哪一邊 絕對不是這裡 我自己本身的職業 是平面模特 對 那因為我是自己 在接工作 所以我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另外又是我自己 比較追求完美一點 然後平常又是個工作狂這樣子 所以就會導致說 我肩頸會容易緊繃這樣子 然後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就有偏頭痛的問題 然後我都想說是不是那個 你知道頭髮沒有吹乾 然後會頭痛這樣子 對 對 對 然後那個你就很努力 每天都弄得很乾 然後就跟那種毛毛的一樣 好像說這樣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可是還是會一直偏頭痛 然後一直到出社會之後 工作壓力又比較大了 然後家庭等等很多壓力都來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頭痛會那麼嚴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頭痛會痛到我會有點暈 然後會反胃 然後會想吐 甚至會直接吐出來這樣子 然後就一整天不能做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先去看了嘉一科 因為想說都不知道什麼狀況 先看嘉一 然後嘉一看完之後她說 那你有沒有暈眩 有可能是那個暈眩症狀 對 暈眩症 然後什麼不平衡之類的 就看了耳鼻喉科 然後看完之後 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的 暈眩症的問題 然後後來就去看了內科等等的 然後還去做全身體檢 然後跟抽血這樣子 後來發現一有一點貧血 然後還去做那個頸部的超音波 那也沒有堵塞 那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後來就是這樣 持續了一陣子之後 又開始壓力大了 又開始頭痛 又開始會吐了 然後後來我去看了那個 神經內科 然後後來醫生跟我聊了很多 他從我的就是一些飲食方式 然後跟生活作息來聊 他說我根本就是 然後緊到我每天都這樣僵住 然後僵僵僵僵僵僵僵 然後就是全身開場 因為我要久站嘛 然後從腳一路上來 然後到肩頸 然後到脖子都是硬的 然後他說硬摸就說 你真的跟鐵塊一樣這樣子 然後硬到就是頭皮 然後他說 其實是這塊有一個筋 然後把我的頭整個扣住了 所以一旦我緊繃的時候 我頭整個都會脹 他就只有三個字而已 做了這麼多檢查 結果是放輕鬆 對 緊張啦 肌肉緊繃啦 對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聊說 你可以做一些精油啊 然後按摩啊 然後去做一些瑜伽 所以後來我就去看了復健科 然後去定時做復健這樣子 這壓力帶來的 以前我不懂得去運動的時候 人家那個 因為他看不到我 他會暗暗說 你知道嗎 你是丟標槍還是丟鐵餅 對 你要說 因為他沒有看到你 他如果看到你就不會說 你是運動員 因為他看不到 對 還要你有強調 來 接下來看第二個 好 大腦生病讓你性格突變 情緒難控制 我曾經有一個洗腎病人 那白天他是在開車送貨當司機 那晚上就來洗腎 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洪醫師 洪醫師 我要改成洗白斑了 那我說你晚上 你白天不是要工作嗎 他說他辭職了 那我說為什麼辭職 他說他最近一個月 出了三次車禍 小車禍 因為他家人也覺得 他又洗腎 年紀也六十五歲了 就離職了 就不工作了 過了一段時間 他女兒就直接來找我 他說洪醫師 洪醫師 他說洗腎洗了五年 會大腦變壞 我說什麼叫大腦變壞 他說他父親 最近有幾個很奇怪的現象 第一個 他自從離職之後 他很擔心他家經濟不好 他會去撿垃圾 撿了很多那種 二手貨 什麼破銅爛鐵 他年輕都不會這樣 第二件事 他是他很怕噪音 他失眠 然後很怕噪音 只要有一些風吹草 他就會變得 他說他父親以前是那種 脾氣很溫馴之人 他家住在三樓 然後他們四樓 有一個小朋友 有一個小學生的友 喜歡拍球 那一直有一個噪音 然後他上去跟他講 沒笑 他後來直接威脅人家 就要殺了他 那爸爸就告到警察局去 那我就轉到那個神經內科 那神經內科幫他做了一系列檢查 電腦斷診 其實他是一個 給他診斷是 多發性的一個小血管的中風 其實他已經 大腦皮質已經退化到很嚴重風 對 當然他女兒不解 中風不是眼歪嘴斜 怎麼會 他都沒有住院過 為什麼就這麼多 他說不是一次 是很多次的中風 其實我們很多這種眼歪嘴斜 是一些比較大的血管 堵塞到梗塞到 才會出現這些症狀 很多時候 微小血管在中風 有可能經常中風 那你家的長輩可能就表現出來 就類類的 類似感冒 那個事實上就是一次中風 因為他是糖尿病的病患 糖尿病很容易出現一些 大小血管的一些病變 那這個是一個主因 那當然他後來神經內科醫師 就幫他開了一些 那個藥物給他吃 開了藥之後 他就變得比較沒有那麼脾氣飽躁 很多那個性格就感 可是他的動作就越來越緩慢 那因為大腦持續 還是在退化當中 那後來有一次 就是因為那個 吃東西嗆到就吸入性肺炎 後來不久就過世了 那從這樣子 我剛剛講說他車禍到他過世 其實才 一年多的時間 那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心理調適很重要 就是跟心理一樣 你看我相信Wendy老師 應該有人在找你說 那個精神快崩潰了 比如說 對面 剛剛弄好樓下他又買起來 這個真的好厲害 這個大樓都會這樣 有碰到這個時候 精神快崩潰 其實很常見 那我這地方也分享一個 就是有一個女性 大概差不多40出頭 那來就診 主要當然也是睡眠障礙 因為我們都知道 睡不好 擺病身 這樣子 那我們問原來是因為 她在照顧她的公公 她的公公算是 已經是被診斷 中重度失智的這樣子 就是人格也會變化 也常常會抑怒 這些我們都可以理解 甚至有時候走失這樣子 那在照顧她公公 所以搞得 她就睡不好這樣子 那差不多治療了半年以後 她突然消失了 我們就覺得 她已經好了這樣 但沒想到不是 是她公公走了 那她壓力遠 那當然下降就好 但她再來的時候 是過了兩年 那同樣還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睡不好 造成全身的一些壓力痛 壓力肥 甚至會壓力癢 等等這些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問她說 那你為什麼呢 因為你公公已經走了這樣 她說那是我先生 她先生本身是一個 科技公司的一個總務長 她需要一些很大的業績壓力 但她先生最近 因為公司連兩季的業績下降 就被總經理 就被總經理叫去說 好像警告說 如果你公司還是這樣子 一直處理不好 回家吃自己 她就 那所以她先生會非常大壓力 所以本來是一個好好的先生 那回到辦公室以後 會情緒會傳染 她就會把這種不好的情緒 傳染給她下屬 甚至在辦公室裡面 有摔東西的這樣子的現象 那其中有一個員工 她就偷偷用手機 把她錄起來 就這樣子 對 這叫證據 後來她錄起來以後 因為她傳給她這個 總務長的太太看 因為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她讓她太太知道說 她先生現在公司發生的事情 因為她回家不講 她那幾天回家 她家有養一隻貓 她一回家就 什麼 就會踢貓 你知道就會情緒 對 然後她太太就覺得 越來越奇怪 所以她來我們這個地方 那她問我們怎麼辦 那她說她也覺得說 先生也睡不好覺 希望也能夠帶過來 可是先生絕對不會來 我說那簡單 我說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來寫一句話 寫什麼東西 我們幫你安排一個健康檢查 那健康檢查一定要聽報告 所以你先生很愛你吧 應該愛 她說那我們就寫這句話 來測試一下 就是 她先生真的就陪她來了這樣子 所以她先生要證明 她是一個好先生 那先生來的時候 整個人眼睛就是發黑 一看就知道睡不好 睡不好情緒易怒 而且就頸尖痠痛 最重要是 她常常腦筋會放空 有時候想很多事情 突然又忘記了 注意力下降 因為這種症狀 跟失智症前期會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就會提醒她 因為你爸爸是失智這樣子 所以你也要注意一下 那在這地方 我真的要跟觀眾們分享 我們的大腦裡面 有一個紅綠燈 紅燈區是幹嘛 你可以摸得到的 就是我們思考 判斷 決策 更重要更重要的一件事 一直衝動 常常這個紅燈區 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青春期以後 它才會完全成熟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老謀生算 常常會覺得 僵是老的辣 像瓜哥就是這樣子 這種就代表說 這個紅燈區 它是非常的活性 非常強 你自己想想看青春期的孩子 青春期大概 以我們現在腦科學來講 大概差不多在23 24歲 才結束 那他們因為這個紅燈區 還在修剪 所以常常會有腦殘的現象 就是因為這個 他們沒有長成熟 這是一個對比的關係 這樣子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